金小刀的三個窟窿 第一個窟窿 喚猴夢碎 第二個叫做鍋底破康 第三個窟窿叫做立倫走開 想要觀點來評觀點 歡迎收看偉漢觀點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偉漢的手勢 手刀的姿勢 告訴大家 一刀捅出 三個窟窿 金小刀來了 整個政治圈 媒體圈都嗨起來了 年輕點的網友 你可能不認識金普聰 容偉漢跟你稍微介紹一下金普聰 因為我的政治新聞的採訪生涯當中 跟金普聰 金秘書長金老師是息息相關 我私底下跟他也是好朋友 我們一直都有保持聯絡 金普聰是誰呢 我先講 金普聰是愛心絕羅普聰 他的全名應該是這樣 但是後來愛心絕羅就變金了 他是普怡的堂弟 真的是堂弟 不是穿著附會 他的那個普跟普怡的普 他們是同輩的 按照祖普下去排 所以如果 深中山沒有推翻滿清的話 他現在就是皇族 可能貝勒爺 可能是將軍之類的 愛心絕羅普聰 那因為他是滿人是奇人 所以他也常在國民黨內開玩笑 講說我怎麼會來幫國民黨 還當秘書長 國民黨是害我們這個 滿洲人奇人退出中原的一個 罪魁禍首 這是金普聰的他的出身 他是奇人 他是滿人 那金普聰呢 曾經參加過外交特考 跟石雅平是同一起 對就是那個以前 駐新加坡大使外交部次長石雅平 那考了外交特考之後呢 他就到了國民黨的這個 就是黨中央去負責外交的事務 當時他的主管就是年僅35歲 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馬英九 所以金普聰29歲 馬英九35歲 他們兩個差6歲 因為馬英九是1950年出生 金普聰是1956 那從29到現在呢 馬英九跟金普聰已經共事38年了 這38年呢 金普聰在政治圈媒體圈有一個不敗神話 因為呢凡是他輔選 都沒有失敗過 1998年 馬英九第一次選台北市長 對手是陳水扁 阿扁啊 五萬相遂 七萬相遂 70 2還76 反正就70幾%啦 的民意支持度 台北市長陳水扁 1994到1998 一個連任的市長 你看後續 我們現在看 包含著馬英九的8年 郝龍斌的8年 柯文哲的8年 台北市長都當8年了 有人當4年就被拉下來嗎 有就是陳水扁 那陳水扁當時 民調很差嗎 民眾不滿意嗎 沒有 民眾特別滿意 70幾%的民意支持度 結果居然輸給了馬英九 差了10萬票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叫做 台北市的選民 藍綠板塊的直接對決 貴賓狗啊 土狗啊 披薩啊 肉包啊 結果呢 整個議題對決之後呢 金普聰讓馬英九贏了陳水扁 即使他很強 10萬票 1998年的台北市長第一屆 第二屆2002年 對李應援崔姑拉九 馬英九的票衝到了90萬 第三次呢 就是2005年 那也就是這兩天 大家在討論的 2005年 馬英九從台北市長的身份 當時他是市長 參選國民黨黨主席 願意一試 當時聯戰也因為這樣子 把票投給了王金平 那在馬英九跟王金平的對決當中呢 怎麼凸顯馬英九可能選贏2008 而王金平不行 其實在那個黨內的選舉 不只是市長選舉 黨內選舉金普聰也證明 他能打贏這兩選戰 馬英九贏了 王金平票數2比1 他是當時得票大概60幾% 那王金平只有2、30% 所以是懸殊的差距又贏了 接下來 2008 大家最清楚 最知道的 準備好了 有沒有 萬馬奔騰 登登登 有沒有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那就是出自於金普聰的手筆 天燈 還有很多的這些廣告 還有飲酒歌 金普聰因為他是傳播學者 他是這個也當過這個記者 也考過外交的特考 所以呢 他一路這樣下來幫馬英九打了選戰 我剛講這幾個之外呢 2008年 2012年對蔡英文 還有一個是隱藏版的選舉 是2010年的新北市長選舉 當時台北縣升格為新北市 你去查一下 原本想要選舉的那個人是原縣長 當時的縣長 上山打老虎的我學長周喜偉 結果呢 金普聰就拿了很多民調 在大年初二的時候 勸退了周喜偉 換誰 換朱立倫上來 朱立倫本來是行政院 當時的副院長 被換掉以後呢 跑去選新北市的市長 展開了他8年新北市市長的任期 有沒有 2010到2018 那2018呢 後面往後接兩屆就是侯友誼的 這樣打得兜起來了 所以呢 1998 2002 2005 2008 2012跟2010 6次的操盤 金普聰未嘗一敗 所以人稱金小刀 小刀祭出 誰與真風 這種不敗的傳言跟神話呢 就不進而走了 那事實上金普聰 他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我用幾張照片給大家看 這張照片 你看 金普聰他戴著這個 犀利的眼神 然後留著鬍子 他當國民黨秘書長的時候 他到任何的場合 我給他的評語就是 目光如炬 就像這樣子 眼睛突然 變很大 目光如炬 但是呢 他表情是很嚴肅的 又留著鬍子 有微眼嗎 他留鬍子是為了增加微眼 讓你看不透我 目光如炬就算了 還沉默不語 你叫他他也不理你 他走到了任何場合 馬英九跟蔡英文 要在公事辯論 他從外面一下車走進來 氣場就直接壓迫所有的記者 大家問他密裝怎麼樣 他不會理你的 一進來以後看一下 啊好看他每次 看完他就進去了 再看場地 然後就坐在那邊 不怒而威 大家都怕他 因為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然後呢 他掌握全局 什麼要掌握全局 馬英九什麼時候要喝水 他喝什麼水 他占什麼牌 他有講稿是什麼 怎麼看那個time call 怎麼看講稿 什麼時候要上去幫他衣服的顏色 對不對 後面有沒有綠板 都他要掌控 叫掌握全局 然後手起刀落 什麼事情 他就直接來 你看國民黨內 不要說敢或不敢 願意跟富克奇對幹的 這時候已經補充 所以金小刀就是這樣 當台北市新聞處長的時候 就對幹台北市議員段一康 段一康那時候呢 要講國民黨怎麼樣 那他就直接公佈 而且他不是只有公佈段一康 他公佈台北市議會的 十大關說 交通紅單的議員 第一名就是段一康 可是第二名以後的 好像全部都是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議員 哀紅片 你是衝啊 你把我們大家都弄死了 因為以前交通罰單 我講的是二十年前 還有在那邊關說的 可是呢 他一刀 殺了自己的同志 但是呢 也把段一康直接 氣勢就給壓下來了 因為段一康是 請脫紅單最多的 所以這就是金補充戰法 他的刀子是真的利的 那當時台北市議員 就給他一個 這個綽號 我現在有沒有帶這個照片 下次給你看 真的有一個 一個陶雕哦 就叫驕傲的攻擊 因為今天你太驕傲了 你在台北市議會裡面 當當處長 你就很臭屁 當到台北市的副市長 你還是臭屁 就壓不住你 這是金補充給大家的印象 好 那我花了那麼長時間 跟大家講金補充哦 但金補充現在出來以後 大家就講說 那我看你有沒有評估一下 他出來會有什麼 效果 會有什麼影響呢 很簡單 今天是手刀之士 金小刀 一刀 捅破 三個骷髏 第一個骷髏 喚猴夢碎 到現在為止 我也不怕大家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 我知道 國民黨內確實有人在討論 惠友宜不行 好花做老三 老三便當吃了這麼順口 有人在想怎麼辦 包含呢 是不是 先不要就此提名他 等他民調上來 像陳語辰講 15%房磚條款 等等等等 還有好好做事情 好好做事情 把惠友宜保住 好好做事情 讓他繼續做事 但是先不提名他 很多種想法都有 還有 有人在想 是不是換猴 或跟郭台銘合作 或是怎麼樣 其他的人在出來 等等等等 在金普聰 當了這個 就是 侯友宜的總幹事 你看 這個 昨天他們一字排開 這幾個人 林洪池 以前的板橋市長 那侯友宜的好麻吉 兩次選新北市長 就是林洪池操板 所以他當組織的 副召集人 召集人是曾民宗 立法院的立院黨團的大兩邊 那他跟侯友宜 算是立法院系統當中最熟的 由他去調度協調 全台灣所有的國民黨立委 那旁邊還有 一星基督立一郎 有沒有 兩岸兄哥 那他南台灣的擔當 那他也當副召集人 那他這一次也是負責組織 南台灣的盤來交給他 杜子君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張善政當院長的時候 他是副院長 所以呢 他現在目前在桃園的工作 也就先辭掉 來這邊幫他國政白皮書的部分 那最重要的還是 坐在侯友宜旁邊的執行長 你看侯友宜從民調第三以後 看來也很很很久沒有笑了 好 長笑到黃色的 有沒有 這張照片 然後再對應一下我剛剛所講的 馬英九跟金普聰 以前金普聰秘書長的照片 他們在國民黨中場會 有沒有 金普聰留個胡子 然後兩個人探頭過去講話 必須要完全信任金普聰 他有辦法發揮他小刀的效果 但是因為 馬英九先前跟侯友宜照相照過了對不對 他就說兩個人重大的 政策沒有旗艦吧 金普聰再來當執行長 他不是寫一個公開信寫個臉書或者是個活動 跟他同台 他是當他的執行長 什麼意思 各位網友 就是從 這個禮拜 下禮拜應該是7月1號吧 就是禮拜6號 後天 侯友宜進去辦公室就會正式成立的 他就會天天進到辦公室 回到2008年的總統選舉模式 他就會督導所有包含了組織站 文宣站 所有的廣告 每天開記者會的議題 以及這個人是那個人是誰當發言人 徐巧鑫 忠佩君 不出意外的很快都會加入侯友宜的發言團隊 因為他們都是金普聰的門生 包含了之前的像羅志強什麼 他們都是 所以第一個 金小刀的三個骷髏 第一個骷髏 捅破想要喚猴人的夢 喚猴夢碎 不用想了 723 提名征召的就是侯友宜 第二個 叫做鍋底破康 因為鍋子的下面真的用刀子捅破一個洞 那這是取個諧音 郭 郭就郭台銘嘛 這兩天還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我和你之前講分析 侯友宜 那個郭台銘參選的機率看起來不低 是啊 我負責任告訴大家 因為地方的派系 我再講更清楚一點 張榮衛周典論跟那個 南投的議長就是支持郭台銘嘛 那郭台銘自己又組了那個智庫 那他又提出能源政策 他就是想選啊 那想選一定選嘛 那就要看有沒有可能選得贏 如果說侯友宜民調十幾% 17%18% 或更低 那郭台銘當然會出來 即使我是獨立的參選 弄到後來大家知道要棄猴保郭 換掉賴清德嘛 對不對 這是郭台銘的算盤嘛 因為我比侯友宜強的話 那我出來才有意思嘛 可是現在金普聰一出來以後 表示國民黨不會換猴了 你兩個人卡在那邊就兩個都20% 那就一起死吧 所以 金普聰的挺猴 會有效的讓郭台銘參選的意願 一定會降低 那個整個身勢跟熱度也會降溫 然後會讓郭台銘到底要不要 因為還還要到9月還沒那麼快 現在才6月底而已 9月12才去領表 真的要領表嗎 選下去會不會就變成保送賴清德 會讓郭台銘更猶豫 所以第二個窟窿 金普通通通下去的窟窿叫做 鍋底破糠 現在看起來這個鍋子 或許就沒辦法煮水了 因為已經破了一個洞 影響並降低郭台銘參選的機率 第三個窟窿 是對朱立倫 叫做立倫走開 同下去以後 立倫這個輪子也破洞了 鍋子破洞輪子也破洞了 這個立倫號的那個高速列車 就先去旁邊維修 你不要進場了 來我不是跟你亂講 因為一句話就講清楚了 彼此的定位跟工作屬性 金普通跟侯友宇坐在一起 侯友宇說我全部交給他 他就是我們競選團隊的領導 這是侯友宇的本文是這樣講 那金普通通說什麼呢 金普通通說 朱立倫主席就是我們的球隊老闆 有沒有 觀眾朋友你知道什麼差別嗎 有人講說我現在你挑這個好奇怪 我們都不覺得這是重點 我告訴你 這是這一次的重中之重 因為黨中央的主席是朱立倫 朱立倫也多次告訴他 侯友宇是最強的母機 我是總教練 什麼叫總教練 總教練就在場邊調度 可以讓球員上場 或下來休息 或者是決定戰術 是要進攻還是防守的 那一個調度員 掌控大權的叫做總教練 但金普通通 你不是總教練 你是球隊老闆 回到2008年 球隊老闆 黨主席是誰 是吳伯雄 吳伯雄負責幹什麼 負責提供糧草 負責提供支援 權力支援 總統參選人辦公室 他要去Long Stay 你就派人支援 他要錢你就給他錢 他要發言人 他要職位你就給他 但誰決定呢 就馬英九跟金普通 所以金普通回到了那個狀態 就是他要完全掌控 未來半年的 侯友宜參選的過程當中的Tempo 什麼議題講 誰要罵 誰不罵 要不要有這個人 當你的發言人 那個人是不是組織部的 都由金普通一刀絕 那朱立倫 被從總教練變成了球隊老闆以後呢 他就沒有實權管整個競選總部了 所以我才會講 大家有人看不懂 什麼叫做金普通將死侯友宜變成比黨中央更重要的存在 就是2008年的模式 當時國民黨並沒有受到民眾多少的喜歡 但是馬英九的民調是高於國民黨的 黨中央沒有比候選人選總部更重要 那誰在候競選總部是金普通 所以呢 他現在等於要複製 簡單講啦 我們今天講結論啦 複製2008年的慎選模式就對了啦 那我話講到這裡了 把三個窟窿跟三個招都講了 那問題是一定能贏嘛 有人講說 我和你講這個金普通未嘗一敗 明年就要敗啦 有可能啊 如果他今天已經投入了 也當執行長了 全權都大權交給他了 他還選不贏的話 那明年就將贏來他人生浮選的第一敗 那就靜待靜觀其變嘛 看他行不行嘛 可是原則的前提是什麼 就是 馬英九信任金普通 侯宇也必須像馬英九那樣信任金普通 把所有的權都交給他 金普通以前的權有多大 他當什麼文宣組長什麼 總幹事都不重要 2008年的時候他只是文宣組的組長 文宣組的組長上面還有 執行總幹事詹喜賢 還有總幹事詹春柏 還有副總的候選人蕭萬長 他們三個有一次三個人一起哦 跑去跟馬英九打金普通的報告 也不是說怎麼樣捅他小報告 而是說開花都不來 然後我們現在要 i407那個美國綠卡的事情要做處理 要換廣告 可是他就不願意做 那我們開會有結論就是 把那幾個其他的黨的廣告先下來 讓馬英九趕快去跟大家解釋什麼 叫做綠卡失效 請補充他就不願意 結果呢 結果幾個人笑萬長 詹喜賢 詹春柏跑去跟馬英九打報告 無效 最後呢 馬英九還是相信去補充 這個叫做完全授權 這樣大家能理解我意思吧 講這個小故事 但是當然啦 侯友宜並不是馬英九 現在的這個民進黨 也不是2008年的民進黨 那時候有這個Sogo李勸案啊 還有這個這個相關的這些 大家對民進黨的 阿扁 當時的那個 紅山軍圍城 所以當時民進黨是大逆風 現在有沒有那麼逆風呢 那侯友宜是不是馬英九呢 產品是不是一樣受歡迎呢 這些都會被大家關注的 我不是說金普通多神出來就穩贏了 可是顯然侯友宜也是把那個北厚燈灌下去了 找了金普通希望能夠 逆轉他目前侯老三的局勢 723之前 幻紅夢碎 鍋底破康 輪子也要走開了 那就看金普通能不能幫侯友宜 慢慢的把頹勢 給變成是優勢 讓侯友宜能夠猴來居上 那就看金普通跟侯友宜的本事了 以上是這個禮拜的 委安觀點請大家訂閱 品觀點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